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开启FrontPiece之后的话 你要开一个新的网站 其实跟以前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是一样的 那动作我们来看 档案开新档案 第一个动作 接下来的话呢 选择在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单页网站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在指定的网站位置这地方点一下 把旧的删除 那你输入什么呢 在考试的时候你就输入C冒号斜线 特别注意这个斜线是左上到右下 Web01 那Web01 这个地方Web就是网站的意思 Web01的话就是第一个网站 记得这个地方很重要 千万不能输入错误 而且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是说忽略 尤其这个斜线 那所谓C冒号 我解释一下就是C词叠的意思 这个斜线的意思就是所谓的目录 底下C叠底下有一个目录叫做Web01 那实际上这个网站 它就放在C叠底下的Web01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按确定 那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单页网站 这个单页网站呢 它就是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叫做Index.htm 那这个Index.htm就是这个网站的首页 每一个网站都会有个首页 那这里的话也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首页 那它现在的话就是在产生 那稍微等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 不过Index这个部分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的第十一页 第十一页的地方 第十一页的地方 这里 首先呢 它要求我们做出来的首页的样子 有没有 首页的样子要像这样子 就是上面是Title 左边是Menu 右边是Man 那你要做这样的一个首页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就是再开一个新的档案 一样的方式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选择其他网页范本 其他网页范本里面呢 你就可以找到 这边 这边 更正一下 其他网页范本 不是其他网站 网页范本 里面就有个框架页 框架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 我们要找一个 比较类似 就是横幅和目录 你可以看一下 每个 点到最后就是这个 按确定 那我们要怎么样产生这三个 它刚刚讲的这个 那我们就 在上方先点 这个它上面就有 开新的网页 就点三下 点三下之后的话呢 然后呢 再做存档 因为这三个 实际上 我们要把这样一个网页 看成四个网页 四个网页 也就是说呢 它本身 本身就是一个index 然后它上面又一个网页 左边一个网页 右边一个网页 所以你这部分的话 先试试看 先产生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不动作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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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